第十三課 ISIS ISO 利范特與呼羅山伊斯蘭軍團和哈米吉多頓大戰 古代巴比倫的法源地 今日的伊拉克 在聖經啟示錄的語言中 是重要的焦點之一 啟示錄第十六章語言 每日結束的時候 會有一場大戰在米吉多平原上發生的 稱為哈米吉多頓大戰 這場大戰是源於有法拉底河流域一帶 當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有法拉底河干擴的時候 有多於一個從東方日出之地以來的王 在這兒興兵作亂 後來引來寶天那的眾王來對付他們 最後戰士蔓延至以色列國境裡 引發哈米吉多頓大戰 聖經指出 參與這場戰爭的王 都是由三個烏尉之靈所齊集的 目前活躍在 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有法拉底河流域一帶的 勵凡達伊斯蘭軍團以及呼羅山組織 他們的名稱正是東方日出之地 如果你想知多一點的話 請大家給我一點時間向大家講清楚 近年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穆斯林遜尼派裡 掘起了一個伊拉克極端恐怖的聖戰組織 他們以勢如破竹的速度 自2014年的6月10日起 在不足一個星期之內 就佔領了伊拉克多過城鎮 並且在2014年的6月29日宣布立國 並宣稱耶路斯蘭是該國的首都 這個新的國家的名稱 阿拉伯語稱為 英語譯為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ham 簡稱為ISIS 中文意思是伊拉克和沙武伊斯蘭國 聖經指出 攻打以色列的縱望 是來自東方日出之地的 伊拉克和沙武伊斯蘭國 是其中之一 伊拉克和沙武伊斯蘭國 當然會包括整個伊拉克的國境 至於ISIS第四個字幕的S 沙姆 就是指土耳其以南 從敘利亞、尼巴嫩、以色列 南至加沙和西內一帶的地位 阿拉伯人稱它為Elsam 沙姆 意思是左面的土地 可蘭經指出 當一個人 站在他們的聖城墨加 面向東方 他的右邊的土地 稱為也門 也門就是右邊的土地的意思 至於以色列、尼巴、亂、巴勒斯坦 和部分的敘利亞和約旦 這大片的土地 就稱為左邊的土地 阿拉伯人稱它為The Sam 沙姆 左邊的土地 在這同一片土地 西方人稱它為Livan 黎帆特 這裏存在一個翻譯學 及語言學中 異名轉移的問題 黎帆特 是從中古 開始歐洲地區所用的 地理名詞 意思是東方日出之地 當歐洲人的商船在地中海,駛往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地經商的時候,是向著東方行駛的, 而太陽是在這大片的土地上升起,所以他們稱它為東方日出之地,Levant,黎凡特。 所以西方傳媒稱這個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為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從西方人的角度,從意思的層面上來看,這個國家應該是叫做伊拉克和東方日出之地的伊斯蘭國。 而這個名字,當我配合聖經所指,來攻打以色列中王的,是來自伊拉克又法拉底河,也是來自這個東方日出之地。 不過,只有一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是不能夠完全符合聖經預言的要求。 因為聖經所指的,從東方日出之地而來,攻打以色列的王是中數的,並不是只有一個。 這樣,還有誰呢? 當伊斯蘭國殺害了兩個美國人士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在2014年的9月10日正式向伊斯蘭國宣戰。 I can announce, america will lead a broad coalition, roll back this terrorist threat. Our objective is clear, we will degrade and ultimately destroy ISIL,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ed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首先,我们会行为一个系统的决定的决定。 工作上和政府的印象,我们将将我们传统的决定, 我们将将我们将决定的决定, 所以我们将将决定的攻击伊斯党的决定, 而是在伊斯党的决定上的决定。 更多,我将决定的决定, 我们将决定的决定, 在我们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遮到决定。 这意味着我将决定的决定, 在伊斯党的决定上, 在伊斯党的决定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如果你决定美国, 你会找到没有安全的决定。 第二,我们将会增加我们的支持, 在决定的决定, 在决定, 我将决定的决定美国的决定, 在伊斯党的决定上, 去试图如何我们能够支持, 其他决定的决定。 现在这些决定的决定, 和伊斯党的决定, 我们将决定了475 servicemembers, 到伊斯党的决定。 这些决定美国的决定, 会不会有决定的决定。 我们将决定的决定, 但他们需要支援 和伊斯党的决定, 力量和工具。 和伊斯党的决定。 我们也支持伊斯党的决定, 和伊斯党的决定, 和伊斯党的决定, 帮助伊斯党的决定。 在伊斯党的决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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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最好的武器 to extremists像伊斯党, 并且出现了解的 the抗理选择选择适用 事件的制作必要 要解决定, 要解决定的决定。 第三, 我们将继续追求 兩者的决定, 尖度和伊斯党的决定。 工作与众定, 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工具 百分支出剧, 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包括苏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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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仁和宏仁。 我们不能让这些社会由古代的家庭。 到了2014年的9月23日, 美国连同多国的盟友正式凶宅在伊拉和敘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美国连统优独播剧场—— 冘优独播剧场—— 冘独播剧场—— 奥巴马在2014年的9月24日, 向公众透露凶集的目标不单只有伊斯兰国, 还有呼罗山组织。 独播剧场—— 比伊斯蘭國更可怕 呼羅山策劃重演911 工作人員忙著把斷垣殘地中的死傷者拉出 美國前天聯合阿拉伯五國 對敘利亞發動至少30次空襲 但主要目標並非惡名昭彰的伊斯蘭國 而是放話攻擊西方國家民航基 擅長使用非金屬炸彈的基地組織分支 作風神秘的呼羅山 今天傳媒所稱的呼羅山 是中國宋朝歷史中所指的花拉子模 但呼羅山在一個歷史區域 包括了現代的阿富汗 伊朗 土庫曼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地方 圖中綠色的部分是伊朗 2004年前的呼羅山省 庫是太陽的意思 羅山是升起的意思 所以呼羅山就是東方日出之地了 到了2014年的11月14日 在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和呼羅山組織宣布停止對敵 並加強合作 所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加上了呼羅山組織之後 從東方日出之地而來的黃的數目正好符合聖經語言的要求是中數了 不過他們是否和三個來自伊拉克有法拉底河的烏尾之靈有關這一點 先讓我和大家討論普天那的縱黃之後稍後一並再說吧 剛才大家都聽到奧巴馬在2014年的9月24日所說 協助美國去攻打伊斯蘭國的國家 當時的數目已經是多過40個了 到了目前這些國家的數目已經增加到超過60多個了 當然這些國家就是聖經所預言的普天下的縱黃了 根據聖經經文的指示 這場大戰是會牽涉三個來自伊拉克有法拉底河的烏尾之靈 他們會齊襲普天下的縱黃來到這裡打仗 途中的國家就是伊拉克 藍色的線就是有法拉底河了 在人類的歷史裏面最早出現的三個烏尾之靈 巴力、伊斯塔和塔木茲 正正就是來自今天的伊拉克 上古時代的古巴比倫有法拉底河的留位 巴比倫的宗教信仰系統 是起源於靈禄和他的妻子西米勒斯的傳說 靈禄是羅雅的曾孫 他背叛神 他自稱為一個大能的神 名叫巴力 他還娶了他的母親西米勒斯為妻 最終羅雅的大兒子閃 因靈禄的惡行 將他殺死 並且將他的屍體割成肉塊 送到各個城市 讓人知道靈禄並不是神 只是一個人 靈禄的追隨者變得非常害怕 靈禄的妻子西米勒斯 屬身在這個不利的環境被迫於需要逃亡 但他同時命人去找回靈禄的身體 除了靈禄的性器官之外 他成功找回他的身體其餘的各部分 並且散布謠言 說他升上天上升到太陽那裏 也即是說靈禄成為了太陽神 西米勒斯還這樣說 他自己是月亮神 因為他是由一個從月亮掉下來的大膽所生出來的 他出生的時候 是由一隻兔子陪伴著的 靈禄去世之後 西米勒斯生了一個兒子 他聲稱太陽神靈禄的光線照射他 他就懷孕生了這個兒子 他也聲稱這個兒子 是神化的丈夫靈禄轉世為人 回來人間拯救人類 他生下來的兒子是叫做塔木之 他後來也將自己神化為太陽神之母 他也指出他曾經升到天上 在天上做皇后 在世界各地的歷史和文化當中 人們所膜拜的對象都是基本相同的 只不過是各有不同的名字 在埃及 在埃及 太陽神是稱為奧西里斯 以神是稱為伊西斯 而他們的兒子是 英神賀魯斯 自古以來 獸之王者是獅子 而禽之王者是獵鷹 英神賀魯斯的揮號 自此之後 輾轉被後人所使用 例如有西班牙、拜占庭、神聖羅馬、 俄羅斯、薩拉丁、德意志等 帝國所使用 薩拉丁之英 現今廣泛被很多阿拉伯國家 例如伊拉克、敘利亞、埃及等國家 所使用 聖經所指 三個來自伊拉克有法拉底學的烏尉之靈 就是太陽神、月神和英神 這三個烏尉之靈是源於巴比倫 今日他們亦仍依舊留在伊拉克這個國家之中 目前伊拉克國內主要有 富爾德族、穆斯林的順尼派 以及穆斯林的什葉派三個部組 富爾德族人多年來爭取獨立 他們的其次有太陽神的揮號 十二派目前暫時仍然能夠 穩守伊拉克的南部 仍然是國際所承認 伊拉克的合法執政者 他們的揮號是一隻鷹 而穆斯林的順尼派掘起的 這個伊斯蘭極端恐怖的聖戰組織 所建立的國家的名稱 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 英語是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sham 簡稱是ISIS 是與埃及的月神 伊西斯的名字相同 而且他們所用的旗號上面的圓形印章 也正是一個圓月 至於呼羅山組織所用的旗號 卻有太陽的光芒 至於普天下的縱亡之中 而有不少的國家 擁有這三個烏尾之靈的廢號 首先 太陽神的附庸國有 土耳其 日本 約旦 中國台灣 富爾德族 馬其頓 摩洛哥等等 月神的附庸國有 土耳其 馬來西亞 卡塔爾 新加坡等等 英神的附庸國有 美國 伊拉克 約旦 阿拉伯聯合猶長國 法國 德國 捷克共和國 阿爾巴尼亞 匈牙利 羅馬尼亞 科威特 波蘭 埃及 等等 啟示錄第十六章有關 目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預言 都已經齊備了 不過聖經也有預言到 有法拉底河是會乾脆的 以為那些從東方而來 攻擊以色列的王 預備一條道路 這個情況是正在發生當中 在2013年 The Watchers 報導底格里斯河和有法拉底河的流域 水儲存量是迅速減低的 由加州大學 歐盟分校的范傑倫 和這個喬治敦大學的海特-旭斯 所領導的研究小組 所提出的新證據 已經是揭示了 底格里斯河 有法拉底河流域 乾旱的問題迅速惡化 並發現在2003至2009年間 損失了144立方公里的淡水 大約是相當於整個死海的水量 近日干旱的情況變得更嚴重 2014年的5月30日 阿爾阿卡巴新聞報道 西方對敘利亞的敵對行動 已經到達了一個邪惡的新水平 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 強烈反對敘利亞的現政府 土耳其容讓自己和敘利亞接壤的邊境 成為一個主要供應給敘利亞反對派 以及半軍武器和外國戰士的路線 土耳其近日已經改變了他的戰略 來對付敘利亞巴沙爾政府 並不是單單幫助敘利亞反政府 半軍武裝起來 現在他們竟然撤斷敘利亞食水的供應 問題是這種殘酷的行為 是威脅到數以百萬計的敘利亞和 伊拉克平民百姓的生命 據5月30日的新聞報道 土耳其政府最近在上游 撤斷了有法拉底河的水流 敘利亞境外的阿薩德湖的水位 在兩天之內已經大約下降了6米 令到數以百萬計的敘利亞和伊拉克人 面臨缺乏食水的人道危機 This is the Tishron Dam in Syria Syria has cut this off downstream Now what's happened is because Syria shut this down It shut down to Iraq Already within two days Of this report that came out yesterday They say millions of people are on the verge of not having any water at all This is a six meter drop This is the dam we're looking at And they again they shut this off to try to preserve water Not intentionally cutting it off from Iraq But what's happened above Syria Turkey has cut it off Now don't know how the exact We don't know the details on their water supply We do know there's political pressure on Syria from Turkey Because of what Assad has been doing to his people But again Turkey's north of Syria Turkey cut it off Syria now is cut it off to maintain theirs But they don't have enough there They're already in trouble Rezervoirs are already running dry Bagdad is going to be cut off Now that's going to drive the Euphrates rivers 有法拉底何彥時孤立的狀態 正符合聖經的語言 要為那些從東方而來的王遇備道路 來自東方日出之地的伊斯蘭國和呼羅山組織 以及以美國為首的普天下縱皇 將快將南下來到以色列的米多吉平原 展開一場大屍殺 主役會在這場戰役中顯現 處必快來 我們要快快做好準備了 在我和大家道備之前 我想介紹兩輯影片給你們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些有關月神 如何率領伊斯蘭軍團去攻打以色列的話 請到以下的網址去收看 第十課 666雙角獸與耶路撒冷爭奪戰 如果你亦想知道多一些有關美國為什麼 以及如何操控整個世界去攻打以色列的話 請到以下的網址去收看 第十二課 666雙角獸 郭明慧 新世界秩序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遠處保護你 祝福你 再見